这是一只PS4原装手柄 你们知道吗 这货目前的价格全新的比PS5手柄还贵 PS4手柄现在还有什么用呢 首先它比较小巧 用着比较舒服 握持感比PS5手柄更容易把持 容易操控 另外PS4手柄可以在PS5上玩PS4游戏 PS4手柄还可以连电脑玩电脑游戏 有线无线连接都可以 目前PS4手柄二手的价格在200左右 但是有些摇杆可能挑移了不好用了 建议找专业的团队改两个霍尔摇杆 再换上两个索尼精英手柄的那个蘑菇头 这样就完美了 给手柄更换霍尔摇杆的好处 那就是在移动的时候 特别是右摇杆瞄准的时候 那个光标很顺滑很平顺 感觉很稳 和原装摇杆感觉很不一样 这是因为霍尔摇杆线性度很高 点对点非常准 另外它这个摇杆的推力 这个颗粒数是特别单独调校的 黄金比例 推摇杆的时候感觉摇杆跟着手走 而不是手跟着摇杆走 另外霍尔摇杆的耐久度 它的寿命是优口皆威的 除了改摇杆 我们还可以把两个扳基建改成微动的 这样打游戏就更完美了 还有一个 PS4原装手柄 它的USB接口是microUSB 还可以改成Type-C的接口 这样就方便多了 如果你想给你的PS4手柄 改两个霍尔摇杆 或者单独买这种改好的PS4手柄 不过要注意的是 只有PS4原装手柄才可以改 第三方或者山寨的都改不了